透过艺术创作也希望能够反思当代社会 灰绿的色调搭配着人物的堆叠 现代艺术家张克祥以社会批判作为创作核心 表达出不理性及盲从的现代人 从画作中表达对当代社会的看法 我想我自己这一次的创作 这个系列其实它整个画面呈现是一种质感性的抽象 可是你细看那些在这质感里面 其实会发现其实是堆叠的人体 那整个许许多人纠结在一起 它其实在对我们现在社会里面一种崇重 就是没有一个自我概念想法 然后跟着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的行为 不但反复的出现无意义甚至是无理性的动作 那在这里面其实这样的动作 其实它带来其实是一种人很现代式的 很深层的悲伤 所以在整个画面里面 在颜色到整个构成的方式 我希望它让观者看了之后会默默的 会慢慢的有一种悲伤就从他心里流泄出来 那大概是我这整个画面 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一个最基础的想法 是为批判并非全是否定 而是希望创作能带给民众更深层的反思 创作反应年代同时也成就历史 培养对作品的敏锐度及正确的价值观 从作品中领悟到新的想法 才是艺术创作所求的目的 时方新闻杨玉带 景余林 高雄采访报导